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8月14號禮拜五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民當家 我是劉 台北股市呢 今天跟昨天前天的架構截然不同 為什麼呢 今天台北股市開小低震盪之後走高 那中場小漲32點 照理來講 禮拜五應該是一個禮拜裡面最恐慌的一天 過去幾個禮拜 只要遇到禮拜五 行情大部分都是下跌的 都是黑K 因為整個禮拜的上漲 投資朋友就想說 這個禮拜五六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想說要賣一下股票 那結果今天是完全顛倒 因為這個禮拜 來我們看這個大盤的K線圖 這個禮拜 禮拜四是小漲的 那禮拜五理論上應該是比較弱一點點 尤其是美國股市 昨天看起來好像都是一個小幅的震盪拉回 那我們這禮拜來看的話 禮拜二禮拜三也是下跌 而且下跌幅度是禮拜二禮拜三都跌幅超過百點以上 所以這個禮拜的台北股市 說實在的 坦白講是有點悶的 但是個股的表現 這個是天堂地獄的差別 昨天台北股市雖然是上漲的 雖然是上漲 我看一下 昨天上漲的是漲92點 但是台北股市的中小型股 讓人覺得好像很悲觀 就是很多中小型股都跌的東倒西外 可是今天有沒有 今天大盤才漲32點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投資朋友又非常的開心 因為今天中小型股又全部幾乎都活起來 都活起來了 最重點股票還是要選到對的股票 要選到對的股票 未來的產業趨勢前景是往上走的 那當然而且重點是位階 就是你買的位置要在相對低檔的 比如說像昨天 這個景碩生產線傳出說出了一些問題 打到快跌停板 比如說像這個星星也被帶下去打到跌停板 那其實真正有問題的是景碩 但是有些被錯殺的 比如說像星星打下去 所以他可能就拉起來 好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容易 因為一個新聞事件一個消息 就往下打到快跌停板 因為那股票大家都賺很多了 而且他都漲很多了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3189的景碩 3189景碩你看他的波段 漲幅超過兩倍以上 所以他才會因為一個信息 他就殺下來 他就殺下來 因為他都賺很多 好所以這時候投資朋友要找的是底部起漲 而且是日線周線月線 從這個中長期看起來 那種10年模一見的 好一直在底部的 然後開始慢慢要往上 可是不是所有在底部的股票 都會10年模一見 不是 公司必須要出現大轉機 好明年的業務會大成長 或者是今年的第四季 他就開始要大成長了 這一種的股票 你才可以進場做買進 因為低位階的股票 他如果不是本質 公司未來的本質 有出現大幅度的改變的話 那他可能還會繼續在底部 不知道要橫盤多久 所以選擇上要相當重要 不是說在底部的公司都可以買 所以我要特別的強調 至於在高檔 或是一路往上走高的 當然強者很強 他會強一定有他的原因 一定有他的原因 但是你的成本 跟下面買的人差距太遠的情況之下 你去追 當然稍微震盪一下 可能就被洗出去了 甚至可能會套牢 因為最近我看到很多投資朋友 手上的股票 因為他們會問 我就幫他們看一下 確實很多人都是追高 都是追高 風險就會相當大 一個小風吹槽動 比如像昨天 中小星骨跌得很兇的時候 大家都被洗入去了 甚至於感到睡不著 好 我們選擇標的 就不會有這種問題 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8月份 在7月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說8月份 再生能源會成為主流 有沒有 再生能源會成為主流 7月份就領先布局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 8月份 現在已經8月中了 今天8月14號 是不是很多人 越來越多的市場專家 都跟你講 再生能源 跟你講風力發電 跟你講太陽能 包含像這個禮拜的 市場上的這個 很有名的雜誌 也開始跟你講這個 甚至於說9月21 9月22 人家帶團去參觀 這個上市櫃公司 這個離岸風電公司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了 哇 這個股票 它所迎來的這個市場的 這個轉機 是未來10年 甚至於20年的一個大商機 好 那我們是領先布局 領先布局 現階段台北股市的架構 低位階的 很多人不相信的 最多人不相信 你講離岸風電 這個確實大家還是會認同 因為政府在推 政府在推 而且我們也真的開始做了 然後從比零開始 好 那太陽能的部分 很多人真的都不相信 不相信太陽能會長 因為以前有那個貌敵從股王 跌到剩不到10塊錢 這個悲慘的例子 大家不相信 可是呢 你有沒有發現 它就像我們所提到的 類股個股一直不斷在輪動 一下長太陽能 一下長離岸風電 一下長氫能 一下長儲能 換來換去 輪來輪去 但是一個族群裡面 不同的股票 它也是輪來輪去 但是 每一個族群裡面 只有一支是最強的 就是領頭羊 你要怎麼樣找到那一支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嗎 好 那你看哦 今天就是太陽能特別強 達能 股本最小 11.35億 最快 直接光了漲停板 開牌沒多久就直接漲停鎖住 再來是貌敵 貌敵為了不是要減資嗎 第二季的毛利率轉正 然後變賺0.5 從54.4億 減資變成35億 減資 好 你看到今天貌敵被抓一關 為什麼說他被抓一關 5分鐘一撮 他被列為注意股票 警示股票 好 那 股本變小 股本變小 你看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 股本變小 獲利能力會大幅度的提升 大幅度的提升 好 所以你看哦 操作貌底的投資朋友 要特別的留意哦 貌底減資34% 9月16號是最後交易日 那 28號 9月28號 辛苦上櫃 辛苦上櫃 所以如果你不參加減資的投資朋友 當然我是建議啦 盡量不要參加減資啊 因為畢竟要跟公司共同承擔這個虧損嘛 少三四億嘛 那當然減資之後 你考慮如果說未來還是看好 你想要操作 你可以再重新進行操作 因為下半年的這個出貨量會大增嘛 好 那當然大家特別留意哦 減資的最後交易日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第三打 今天第三打 關我漲停板是聯合再生 你要注意一點哦 聯合再生股本266億 竟然連266億這麼大的股票 都攻上漲停板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趨勢的力量嘛 一般來講啊 這個股本266億算很大耶 算很大 你不要看他這個低價股 現在只有10塊錢 今天漲停板10.95 但是連股本266億 這真的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個就是重置層層 重置層層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早上嘛 我們先看到這個達仁掌停之後 然後貌底五分鐘一突一突 慢慢 Beetle expected 出到漲停板 再來看聯合再生 突然拉起來 有光耐掌停板 再來呢 原金 因為它增值37.9 增值26%來到47.7億 所以它未來會增值 1億股 所以它沒有光高漲停板 但是尾盤也被帶上來 所以它是第四名 可是它只是現在看起來是今天的第四名 未來太陽能模組的總出貨量 在它第四季的那一條產線完成之後 它會變成出貨量第一名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還是要特別的給它一點關愛的眼神 好 那為什麼我們看好呢 其實就是太陽能族群政府在支持 今年的經濟部 你看下面有寫經濟部每年 今年的這個太陽能安裝量是2.2區瓦 就是22億瓦 今年目標看起來比較難達成 市場預估是6到7成 那今年沒達成怎麼辦 明年繼續做啊 努力的把它達成這個目標 因為今年上半年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想明年的展望還是看得相當的不錯 相當不錯 好 那再來風墊 有沒有 成像說這個風來了嗎 風來了 你仔細看一下喔 風 確實看起來這個越吹越強 越吹越強 可是今天 以今天來講 風是休息的 只有一檔特別強 是哪一檔 就是我們 我們以當家全力看好重壓的 勇冠三軍 勇冠嘛 好 勇冠做什麼呢 也許到現在還有人先搞不清楚勇冠做什麼的 勇冠 就是我們看到這畫面上 風力發裂 它不是有三片葉子嗎 中間 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它做的 這個柱件 就是它做的 那這個柱件是鐵 是鐵做的 有沒有看到 中間這個地方 這個是勇冠 它所做的柱件 好 是不是比人還要大 比人還要大 旁邊有三個孔 就是 插這個 上尾頭 所做的這個葉片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可以知道說 各家廠商 它所負責的部分 比如說像這個四季鋼 中鋼 負責這個機裝 機裝 然後柱件就融貫 葉片就上尾頭 然後裡面連接器材 線材 包含像慶邦 然後台船 負責運送 包含像這個電力工程 有這個中心電 華城 華城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 小城故事 那發電機東元 台達電 台達電 長線走勢也蠻不錯的 好 那今天永貫 昨天是永貫 這個 CB 轉換日定價最後一天 我今天都已經出來了 100塊 100塊 發行15億 CB的代碼是15 15893 就是永貫3 轉換價100塊 轉換價100塊 那這個 投標 你如果要買這個公司在 投標的底價也是100塊 好 那8月19號到21號 今天14號 就是下禮拜 要開始做一個近拍 開標日是8月25號 再往後一個禮拜 那開牌 就掛牌日 這個公司在掛牌日 9月3號 9月3號 好 今天 你看 轉換價很多人在等 在等這個轉換價出來 轉換價是100 今天這個開盤開多少 開96.8 離轉換價100還很遠 還很遠 你看 轉換價是100塊 投標也是100塊 理論上未來 至少至少 就要超過100塊 你沒有超過100塊 那你買公司在的人 他沒有轉換價值 沒有轉換價值 所以我想 100塊以下 100塊以下 都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都是不錯買點 那為什麼 今天全市場 大家人手一張 所有的人看到 轉換價都經常買了 都經常買 可是你要知道 我們是一路 底部這樣買上來 到目前為止 還抱著 還抱著 一路這樣買上來 超過三成以上 超過三成以上的獲利 最後的目標在哪裡 我心裡有束 我心裡有束 我們國民當家家族成員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但是我會跟他講 保守一點 保守一點 長線的目標 我是看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如果你想知道的 你可以 跟我們小助理 小幫手聯絡 好 再來 永冠三軍 我對他真的是 這個稱號 永冠三軍 有你真好 全市場現在都講 都叫永冠三軍 其他的 你看之前我們做過 世紀鋼 獲利賣出 我們做過上回頭 獲利賣出 但是為什麼我們把資金 全部都集中到永冠 因為他最好 因為他最好 好 所以我說領先就是最好的投資 趨勢才是最棒的領頭羊 所以這整個再生能源 他不是只有台灣的趨勢 而是未來全世界 都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特別是如果拜登當選 不得了一定噴半天 那歐盟那邊確實 現在看起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的這個歐盟出 混振興基金 都要用在再生能源 都要用在再生能源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看好這個族群的 好當然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我們一樣有新的這個標的 新的標的 新的這個族群 就是這個步步高升 8月12號進塘埋進 一樣 你看我選的標的是長線大底 這個一樣是十年模一件 你看這個休息多久 這是月線圖 月線圖 好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低 好這個是未來有機會翻倍 挑戰翻倍 我想挑戰翻倍 挑戰翻倍 的一個標的 好你看到8月12買進 當天直接公開掌天板 8月13號又掌天板 地位 這家公司產業地位 世界第一 世界 台灣第一 世界第三 台灣第一世界第三 而且他是非常環保的 符合我們現在這個再生能源股 他也是一個低碳牌 希望未來所生產產品 都不會污染環境 那這家公司所做的產品 他也是不會污染環境的 是環保材料 環保材料 所以他可以打入馬斯克的新链計畫 這個相當相當的不容易 相當不容易 好那我想各位同志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這樣子的標的 在下禮拜 下禮拜 我還會帶我們其他的教育成員 進場做一個埋進 因為未來 當他開始 這個橫盤陣仗整理之後 今天有小幅度的拉回陣仗整理 但是下禮拜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了 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準備下禮拜 大概禮拜一吧 追進場 再帶其他教育成員 進場做一個埋進的動作 那想跟上投資朋友 也別忘了 持續鎖定我們股名當家的 LINE群組或Telegram 或者是直接加入我們股名當家的 這個團隊 好的 也祝各位同志朋友 操作順利 我們下禮拜再見囉 拜拜